三藩市 失業金現場7個星期 師傅提供就業協助 加州就業發展局EDD 在星期三宣布 現在加州失業人士 可以額外多獲得7個星期的失業金 也就是說如果拿常規失業保險的人士 最多可以領取59個星期 而拿大流行病失業協助的 也可獲得46個星期的援助 至於三藩市 緊急行動中心表示 其實師傅也提供了很多服務 例如經濟及勞動力發展辦公室OEWD 除了幫助市民申請失業之外 也有其他計劃 如果你的Page Signifier已經融化了 可以特別加多40小時給你 還有我們有Emergency Employment Recovery 幫助人找工作 這個勞工與家庭大身病家 現在再增加40小時 也希望協助僱主可以保留職員 另外的計劃是招聘更多股院 如果不符合資格申請聯邦和加州失業補貼的 他們部門也有一個移民勞工計劃 華裔是其中一個計劃幫助的族裔 中文的移民勞工可以向CYC社區青年中心 預約申請可以聯絡社工或者雙屬的社區機構都會轉介 這個計劃只可以通過轉介申請 不過即使是有幫助就業 還有幫助僱主請人的計劃 如果疫情依然嚴峻 這樣很多市民依然會擔憂 出外工作所有承擔的風險 究竟現在三分次的疫情如何 華法衛生局白鋼明醫生就說 不可以只是以為測試多了 當然是三藩市工作的必需商業僱員 就算有沒有症狀都可以申請測試 如果是普通三藩市居民 只要有新冠肺炎的任何一個症狀 就可以預約測試 市民想預約測試的話 可以撥打311電話 也可以上網登記 而其他就業的計劃 就可以打電話到經濟及勞動力發展辦公室 或者上網咨詢 天學衛視記者梁里娜報導